你今天去打了那個AZ疫苗 大家都很關心 你可不可以先花一分鐘跟我們講說 打了現在身體好嗎 然後會會傻嗎 我是沒感覺啦 我只是覺得很累 但那個累是我每天都很累 跟有打沒打沒有差 有沒有要鼓勵 鼓勵其他縣市長也要去打疫苗 有要點名嗎 今天大家不去打是因為台灣沒有疫情 等到台灣有感染的時候 大家不是乖乖去打 所以現在大家是能投一天算一天 不過我覺得還是打 因為那個打第一劇跟第二劇 中間還隔八個禮拜 所以早一點打 早一點可以不用戴口罩也不錯 我相信我們房間裡面的非常多的親朋好友 還有聽眾朋友們也都會很好奇 智慧城市的明明是你們政府的事情 這個關我們個人還有關社會大眾什麼事情 它到底會影響到大家什麼 智慧城市就用一個比較有效率 或者比較低成本的方法去完成一件事情 所以簡單的講就讓這個生活更容易 就是這樣嘛 你想想看我們三倍券當時說 你繳一千塊嘛 他給你三千塊 結果我們台灣只有8%的人不是領紙張 92%的人還去領實體券 這告訴我們什麼 你要知道我們那個領實體券發了21億成本 然後你想想看喔 台灣不是號稱自通訊大國嗎 對 竟然92%的人在領資本 所以當時會發現 我們的數位基礎建設怎麼這麼差 如果用一句話來詮釋 台北市的一個智慧城市的一個發展目標 你會怎麼講 其實政治要落實在人民身後的每一天 所以整個台北市的願景就是移居永續城市 移居就是你住在這個地方方便 舒服快樂 永續當然這是一個政治概念 就是說 它是一個注重環保綠能財政紀律 所以移居永續城市就是我們一個目標 你不要打高通講 哇你以為這智慧城市有什麼偉大的什麼設備 不錯了 就讓你生活更有效率 你要知道我們現在台北市的馬路 那個十字路口的紅綠燈秒數開始沒有固定 因為我們上面有CCTV 所以你要簡單的人工智慧 他可以判讀那個車子 車子有車流多車流少 所以他的 他每個十字路口那個秒數開始不一樣 去年九月我們上個學期開學的時候 我們台北市從小學國中高中 我們的學生裡面 55%的繳學費是電子支付 哇 這麼先進 請問你小孩子有沒有在內 沒有沒有沒有我們在我們在新北 是我們 以下不要再繼續講下去了